什麽要做一個讓人瞧不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会招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其他的女生 不会招这样的男生 那是因为你内心 其实对于他的纠缠 有一部分是不抗拒的 或者说 在你的不抗拒的过程当中 这个男生 他的底线变得越来越下限 他最初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也有你的诱因在里 很多女生总是抱怨说 为什么我的恋爱 这么一波三折 为什么我总是碰上这样 纠缠我 威胁我 跟踪我的人 那你首先要问一下自己 你的性格里面有什麽东西 是招这样的人 形成这样的性格 你自己心里很清智 所以 其实你当你 越是在舞台上表现得 你满目委屈的时候 其实他看你 更是怒目横生 装得好像自己 可清白 所有的一段感情 最后演变成什么样 对方演变成 你内心多么恨的那个样子 你自己 就有多少影响 这个问题的因素是什么 我警告你 如果这个男生 今天在60秒的时候 他可以说出 我尊重你的选择 离开或者是留下 如果他真的说出来 这句有尊严的话 请你就不要流连忘返 然后又一种悲悯之心 又留下来 那你就自讨古尺 听见没有 明白 做决定 有的时候很难 但如果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应该双方 共同地去维护他 还有一点 你没有必要 因为同情而留下了他 也没有必要 他因为做错了一些事情 把他全盘否定 好吗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道理老师都讲完了 最后怎么处理 你自己看 是不是应该道歉 你自己颠的 女生啊 恋爱不是游戏啊 你要再这么游戏下去的话 你会被自己的游戏 你自己吓到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 亲爱的能不能别上我戏了 因为我真的挺爱你的 为你付出也挺多的 你说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穿什么牌的衣服 喜欢什么牌的化妆品 我都知道 你说 你就算咱俩反手了 你换下一人 他能有我这么认真的对你吗 对不起我错了 请你再给我一次几回好吗 你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你永远都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就像老师们说的一样 可能这段感情中是我错了 是我一直放不开你 但是现在我真的太累了 这段感情中一直是我自己在强撑着 我真的太累了 我求求你放开我吧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了 我真的好累好累 我希望你也能理解我 我希望你能懂我 不用懂 分手这件事特别简单 坚定地说再见 好了 来请关门 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情感还挺多的 有很多现实生活当中 有更极端的一些例子 面对极端的时候 你只能用一种方式 就是不害怕地迎上去 当你开始害怕的时候 他就会放大 这两个人会怎么选择 尤其是男生会不会在最后一刻 考虑到自己未来的生活 那是他的一个抉择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来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所以还是 就是没有长大的一个孩子